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就是肠子的小心思 提到肠子,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厕所 肠子就是一根懒洋洋的管子 懒洋洋的躺在肚子里,偶尔放的响屁 除了消化,它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但实际上,肠子是一个被低估的器官 它是人体80%的免疫系统 99%的微生物都是由肠子组成的 它是全身最大的感觉器官 也是唯一能产生能量的器官 这是其他器官无法想象的 今天给你讲的这本书 就是想让你重新认识一下神奇的肠子 本书作者朱利亚恩德斯 法兰克福微生物研究所医学博士,德国 2012年,他在弗莱堡科学脱口秀上发表演说 赢得了第一名 后来,他以演讲为基础 完成了这本肠子的小点子 此书一经出版 便一举打破德国健康科普图书销售记录 在36个国家和地区销量超过500万册 此书红遍了德国的大街小巷 成为德国人外出旅游 馈赠亲友的必备佳品 这本书的译者说 他自己也曾在圣诞节买过两本书 为什么德国人对一本关于肠子的书如此喜爱 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与我们息息相关 而且文风也十分幽默风趣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是肠子的结构和各部分的分工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谈谈栏尾是否多余 以及上厕所的正确姿势 第二,肠道神经系统如何影响我们的七情六欲、呕吐、便秘等 第三个问题 肠道微生物是如何影响人体健康和体质的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让我们来了解肠道的结构和分工 简单来说 人体由三条血管组成 一条是心脏的血管 一条是大脑的神经系统 第三条是一条从上到下贯穿躯干的通道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两个细胞团向外翻转 形成肝脏 胆囊和一线同时形成 后来 它投身于消化系统的建设 先后建立了食道和味 终于完成了它最伟大的作品 肠子 肠子分为两段 一段是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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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没有几个人知道 肠子只剩下最后一米了 以前的肠子里面很干净 没有任何的臭味 尤其是小肠 作者说 小肠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它浑身湿漉漉的 浑身散发着粉红色的光芒 在一平方毫米的地方 有三十根细小的绒毛 上面有一层像天鹅绒一样的绒毛 如果把这座城市的褶皱全部摊开 这座城市 有两百平米 食物从食道进入味 首先进入小肠 小肠负责消化食物 分解食物 通过毛细血管将营养分子输送到肝脏 一旦发现有害物质 肝脏就会被当场消灭 离开肝脏后 充满营养的血液就会进入心脏 然后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消化完毕 小肠也不会闲着 厨女做很爱干净 消化了两个小时后 她就会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点意味都没有 下次 你听到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 可能不是因为 呃 而是因为小肠在消化的时候 正在打扫卫生 如果你不停地吃零食 清理工作就会中断 小肠也不会有打扫的机会 所以 在这两次进餐时间里 最好留出五个小时左右的空闲时间 让小肠把厨房打扫干净 为下一顿丰盛的晚餐做准备 说完小肠食物的下一站 就是大肠 大肠的任务 就是把小肠吸收不到的食物残渣 给处理掉 肠道菌群在这里安居乐业 负责分解食物残渣 这最后一道食物残渣 在加工过程将持续16个小时 如果没有这个步骤 很多营养就会被浪费掉 比如矿物质 比如钙 只有在大肠里 才能被充分吸收 在大肠的入口处 有一段不太受欢迎的部分 叫做盲肠 它的末端是医生经常切断的蓝尾 蓝尾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橘子 倒向是一只扁了的气球 它不仅太小了 消化不了 还挂在了一个 几乎不会有食物光顾的地方 食物从小肠里出来的时候 直接绕过它的肠子 没有经过它的身边 所以 蓝尾一直被认为是多余的 除了会说话 什么都不会 但现在 我们要做的 就是给蓝尾开脱 蓝尾是肠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尾的位置 就像是一个港哨 虽然没有消化的作用 但是 只要有有害的病菌经过 蓝尾就会把它包围起来 然后消灭掉 只有好的细菌 才能在蓝尾存活 一旦出现严重腹泻 肠道军群就会消失 大成空无一人 病菌就会趁机占领地盘 此时的蓝尾 就像是救世主一样 释放出了自己最好的军群 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所以蓝尾并非化蛇天族 它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各种肠道疾病 不过由于它细而窄 有时候会被肠子里的食物残渣 或者寄生虫堵住 导致蓝尾发炎 蓝尾是盲管 一旦堵塞 蓝尾就会四面八方都被堵死了 蓝尾一旦开始说话 那就是360度无死角 说完大肠 再说一遍 没错 就是肛门 肛门有一套精巧的肌肉闭合机制 你无法想象 这看似平常的事情 实际上 却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 除了人类 几乎没有任何动物 能把厕所弄得井井有条 外阔约肌是你现在 能够感觉到肛门在有意识的收缩 和放松的部位 在肛门那几厘米处 还有一块功能类似的肌肉 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外阔约肌和外阔约肌 各为大脑服务 只要大脑认为 现在还没到上厕所的时候 它就会竭尽全力地收缩和保护自己 而大脑却无法控制那阔约肌 它才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有需要 它都会下意识地去做 如果我们都听它的 那我们岂不是成了仙人 所幸 两块阔约肌之间的配合很好 比如需要上大号的时候 阔约肌就会自动张开 但是 它会给外阔 约肌留出时间 试探性地放出一支侦查小队 两块阔约肌之间 分布着感测细胞 它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固态还是气态 然后向大脑报告 由大脑向外阔约肌发出指令 我观察过了 你现在在领导的办公室里 顶多只能让气体通过 而不是固体部分 这样 外阔约肌就会绷紧 而那阔约肌就会把小肠组织 送回等待区 过了一会儿 那颗约肌又来了一次试探 这时候 你已经进了厕所 脑军旗一挥 让它进去 如厕就完成了 简单来说 外阔增肌是一种可以随机应变的战舰 而内部阔约肌 则是一种很有原则的机甲 该走的就走 但是如果你经常憋着不上厕所 那么那阔约肌 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而影响到那阔约肌的交流 那你很快就会便秘了 除了要及时上厕所外 还要注意上厕所的姿势 长道的构造 决定了有效的如厕姿势 科学家们做了一个实验 用坐便室和蹲室来解决内疾的问题 结果很明显 蹲坑平均需要50秒 实验对象一致认为 这个过程很舒服 而坐室平均花费了130秒 做完这一切 它还有些意犹未尽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长道的闭合机制并不适合坐下 最后 两节大肠 在靠近肛门的地方拐了一个大弯 以便减速 同时 肠子外面还有一块肌肉 像是绳索一样 将肠子 拉出一道弧线 不管是坐着 还是站着弯腰 用肌肉 套住肛门扩约机 都能轻松地 把肛门扩约机绷紧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 打个比方 我们的肠子 就像花园里 浇花的橡皮管 不管我们是坐着 还是站在这条管道的出口 都像是折起来的 外面还加了一个套子 不容易出水 只有蹲在地上 才能把管子伸直 这样才能一泻千里 痔疮 便秘等肠道疾病 主要发生在那些 习惯使用马桶的国家 当然 做便器 肯定不是唯一的诱因 但是 世界上有12亿人 蹲在厕所里 痔疮的人 却是少之又少 另外 如果经常坐马桶 患静脉曲张 中风或如厕时 晕倒的几率 就会大大增加 不过 我们也不需要放弃 高科技的做便器 只需要在脚边 放个凳子 上身微微前倾 找个合适的角度 就能达到蹲坑的效果 现在 我们对肠子 有了新的认识 知道了肠子 有时候会咕噜咕噜叫的原因 蓝尾的重要性 以及如厕时的正确姿势 你想过没有 谁来指挥你消化呢 难道是脑子 确实不是我们的大脑 也不是我们身体里 唯一的大脑 是的 没错 你有第二个大脑 叫做肠脑 肠神经系统参与了情绪的转换 决策和行动的指挥 而且还是自制区哦 身体其他部位 一旦和大脑断开联系 立刻就会停下来 即使切断了和大脑的联系 消化也能正常运转 如此精良的系统 当然不可能只负责吃饭 打嗝 放屁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看看隐藏在肠道神经系统中的秘密 首先 肠子可以影响人的情绪 很多用来形容感情的词 都跟肠子有关 比如柔情似水 肝肠寸断 签肠挂肚 铁石心肠等等 都不是说说而已 在英文里 直觉是直觉 意思是肠子 在肠道和大脑之间 有一条叫做迷走神经的直通通道 它可以刺激大脑 负责情感 道德 恐惧等 肠子可以通过这条专线 直接影响大脑的情绪 只是这种由肠道发出的信号 通常只经过潜意识处理 因此 我们很难将情绪变化 与肠道联系起来 科学家曾经做过一项实验 把两组小白鼠 放入深水池中 看它们能咬牙 坚持多久才能生存 其中 一组小白鼠服用益生菌 能保持肠道健康 结果显示 服用益生菌的小白鼠 游泳时间更长 更有动力 它们血液中的 应激激素水平也下降了 记忆力和学习能力 明显优于参照组 但如果切断小白鼠的迷走神经 再未给它们益生菌 那么它们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 就会比参照组差很多 也就是说 肠子的确会影响大脑的情绪 类似的实验 已经在人体中得到了验证 研究人员让受试者 服用四周的复合益生菌 然后观察到受试者 大脑区域的显著变化 这种变化 在处理感觉和疼痛方面 尤为突出 首先是反酸 胃和食道都是导致反酸的原因 一个负责脑神经和肠道神经的领导 如果两位领导配合不好 胃酸就会倒流 轻微的反酸症状 可以通过嚼口香糖或喝茶来缓解 因为这两种运动都能锻炼神经系统 当无数的唾液和茶水流入胃部时 会强烈地刺激神经系统 告诉它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而不是逆流 另外 保持放松 还能减少由于紧张引起的 神经系统的错误指令 呕吐和反胃不一样 呕吐不是神经出了问题 而是一种自保的能力 要知道 很多动物都不会吐 比如马 如果吃坏了 那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呕吐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呕吐也是因为大脑和肠子的共同作用 两个高层都会释放压力 合而猛 如果这种压力来自于肠道 说明食物有毒或者消化功能不正常 最好是吐出来 如果这股压力来自于大脑 那很可能是因为紧张和恐惧 如果吐出来的话 可以节省更多的精力去消化 让身体集中精力解决问题 所以如果你一紧张就想吐 别误会 肠子就是来捣乱的 它只是想帮你一把 最后就是便秘了 其实 判断便秘最好的标准 不在于大便次数 而在于大便是否困难 坐在马桶座上的时间 应该是轻松愉快的 如果你感到崩溃 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般人最容易便秘的时候 就是去旅游 因为肠子对生活有很强的依赖性 肠神经会记录 我们喜欢吃什么 吃什么 喝多少水 做多少运动 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上厕所等等 如果一切都像他预料的那样 他工作起来一定很有精神 可是 一路上乱糟糟的 要么找不到厕所 要么就是时差颠倒 肠神经开始发晕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看看他说 如此一来 上厕所的难度就大了 保持规律的作息 多喝水 补充膳食纤维 是预防便秘的最佳方法 除此之外 我还教你一个小窍门 那就是坐在马桶上做鞦韆 很简单 坐在马桶上 双腿弯曲到最大 再坐回90度 反复几次 就能感觉到了 使用这种方法时 记得关上厕所 否则会吓到别人 现在 我们知道肠神经在情绪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包括反酸 呕吐 便秘 如果肠道就像一座长公寓 肠神经就是房东 那么 谁才是它的主人呢 肠道微生物 它们不仅决定着我们的健康 也决定着 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人体内的微生物 总数可以达到两公斤以上 大约有一万一种细菌 其中95%是无害的 有益的 它们并不是住在你的肠子里 而是和你的健康息息相关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的胃里有细菌 那么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帮你吃饭 人类的食谱 是所有生物中最复杂的 面对如此多的食物 即使是再强大的肠胃 也无法应付如此繁重的工作 于是细菌就成了肠子的帮手 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消化 还可以合成人体所需的 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西方人饮食中90%的营养 来自于吃尽的食物 10%来自于细菌 也就是说 西方人每吃10顿饭 就有一餐是由细菌造成的 所以保护肠道细菌 就像保住饭碗一样重要 几乎每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 多吃水果和粗粮这些膳食 纤维其实并不能被小肠吸收 那我们干嘛还要吃呢 因为它是肠道细菌的最爱 最好的细菌是好的 吃了膳食纤维 可以不断壮大队伍 坏细菌吃了 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如果你只吃肉 摄入的膳食纤维太少 那么食物 进入大肠的后半段时 细菌就没得吃了 只能吃剩下的肉蛋白 细菌与肉的结合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想想那些酸臭的肉制品 它们会产生对大肠有害的毒素 甚至引发癌症 肠子末端是大肠癌的高发部位 不仅如此 膳食纤维缺乏也会影响放屁 不要小看放屁 如果没屁可以放 那就是饿坏了肠子 没饭吃就没活干了 放屁是有健康指标的 乳杆菌 双齐杆菌等优良肠道细菌 会产生无味的气体 而致病细菌则容易产生臭味 还有刚才提到的 肉类蛋白质代谢产物也很臭 所以 香喷喷的炸鸡只有我们爱吃 肚子里有细菌 爱吃粗粮瓜果 只有吃饱喝足 这些膳食纤维 才能给我们提供维他命和脂肪酸 让我们少放点臭屁 除了消化食物和肠道菌群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建立免疫系统 人体99%的微生物都集中在肠道 所以肠道是免疫细胞最重要的训练营 肠道菌群与婴儿的免疫力有关 当婴儿钻出产道时 婴道里经过严格筛选的有益细菌 乳乳杆菌将婴儿包围起来保护婴儿 它们住进了婴儿的肠道 成为了第一代肠道细菌 与之相比 剖腹产的婴儿缺乏产道 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 菌群的存在 导致宝宝的肠道菌群 是从其他地方拼凑而成的 来自护士的手指 医院的床单 父亲的衣服等等 剖腹产婴儿的肠道菌群 需要几个月 甚至更长 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因此抵抗力要弱一些 不过 不管怎么说 宝宝就是喜欢啃凳子腿 舔玻璃 这些动作使得细菌在体内 肆无忌惮地 肆无忌惮地进入体内 这时妈妈就成了最好的帮手 通过母乳 把特定肠道菌群传给宝宝 帮助宝宝建立免疫系统 当宝宝三岁的时候 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 肠道菌群也开始定型了 七岁以后 不管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肠道菌群都是一样的 肠道菌群不仅决定着 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决定着我们的性格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我们的肠道菌群就像是指纹一样 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 科学家曾经用小白鼠做过实验 其中有两组小白鼠天生胆小 而另一组则胆大包天 充满冒险精神 研究人员首先消灭了两个小白鼠 及肠道原有的菌群 然后给它们注射对方的菌群 有趣的是 这两组小白鼠的表现完全颠倒过来 原来胆小的胆子变大 胆子大的变得胆小 这个实验证明了肠道菌群 至少能影响小白鼠的性格 就人体而言 肠道中的细菌可以反映你的体质 比如喝水就会发胖 因为它肠子里的细菌 都是分解碳水化合物的高手 不管你是吃牛排还是吃树皮 它们总能找到最好的方法 因为肠道细菌是可以遗传的 所以导致家族性肥胖的原因 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你本身的基因 而是因为你肚子里的细菌基因 肠道细菌也会决定 你吃什么和不吃什么 比如有些人因为肠道细菌产物 影响肝脏代谢 所以不能吃止痛药 比如扑热系统 扑热系统 结果止痛药留在体内 反而成了毒药 所以是否服用止痛药取决于你的肚子 肠道细菌甚至会暴露你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东京人有消化海苔的肠道基因 柏林人却没有 纯种欧洲人吃完寿司之后 马上就会便秘 肠道细菌的可怕之处在于 它可以决定你的健康 肠菌失调导致的肠道疾病不计其数 比如一种叫南辩缩撞牙包杆菌的顽固肠道病菌 能引起肠炎 抗生素也无能为力 传统医学很难治疗 所以医生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菌群 嫁接到病人的身体里 这是一种比较另类的方法 叫做大便移植 就是将健康人大便中的混合细菌提取出来 做成口服液 或者直接塞进肠子里 这种南辩缩撞牙包杆菌的治愈率 高达九成 虽然医生们一般不会这么做 但肠道细菌一直在医学界还是很有潜力的 现在我们对肠道细菌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帮助我们吃东西 建立免疫系统也决定着我们的体质和健康 不过世界上总会有好人坏人 尤其是细菌 我们必须学会识别和警惕 最常见的肠道治病菌是沙门氏菌 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 每年全球感染沙门氏菌的人数超过一亿 沙门氏菌是一种爬行动物 是肠子里的常客 如果有爬行动物 比如乌龟和蜥蜴 它们就会进入肠道自我繁殖 而鸡 不管是下蛋还是拉屎 都是有出口的 所以蛋壳会被沙门氏菌污染 当我们煮鸡蛋时 蛋壳破裂 沙门氏菌就会钻进鸡蛋里 然后被我们吞下去 感染沙门氏菌会引起持续的腹泻和呕吐 因为沙门氏菌周身有许多细小的边毛 这些边毛会钻入肠壁细胞 引起细胞炎症 为了排除体外 细胞会像开闸放水一样 排出大量的液体进入肠道 导致腹泻和呕吐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沙门氏菌最喜欢活跃在鸡身上 吃鸡肉 鸡蛋只要煮熟就行 基本放心 因为沙门氏菌对高温的耐受性极差 只要在摄氏75度的高温下 煮上10分钟 它们就会被消灭 另外 不要用刚洗过的生鸡篮子里 装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那样的话 十有八九会上当 其实 只要我们平时注意卫生 通风干燥 食物和肉类的高温杀菌 大部分的病菌都会被挡在外面 剩下的那一小部分 已经不重要了 作者建议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尽量不要使用抗生素 因为抗生素 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分敌我 让好的和坏的细菌同归于尽 导致肠道菌群失调 所以 你也别惊讶 为什么吃了抗生素就拉肚子了 而且拉得比平时还多 那都是死掉的细菌尸体 更可怕的是 总有一些细菌会成为漏网之鱼 产生抗药性 欧洲每年有数千人 因细菌感染而死亡 因为他们对细菌的抗性太强 任何药物都无法抵抗 作者建议 抗生素最好不要吃 如果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尽量减少漏网之鱼 其实 与其使用抗生素这种猛招 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平时保养肠道 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益生菌 这两个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超市里有很多乳酸产品 上面写着益生菌 益生菌指的是酵母菌 乳杆菌 双齐杆菌等对人体有益的细菌 很多益生菌都能制造小分子脂肪酸 这就相当于给肠道做精油护理 让肠道绒毛变得更加茂盛 吸收更多的营养 益生菌也可以激活免疫系统 产生少量抗体和抗菌素 从而保护肠道 不过很多酸奶的广告 都是说某种酸奶 可以调节肠道菌群 其实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 想要影响肠道生态 至少要有十亿的益生菌 进入肠道才行 市面上一瓶200克合格的酸奶中 只有两亿份活的益生菌 益生菌在消化道上的坎坷旅程中 能活下来得寥寥无几 但它对免疫系统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 哪怕只看到几个空壳细菌 也会斗志昂扬 太好骗了 因此 适当喝酸奶 是增强肠道免疫力的好方法 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肠子的心思 和女孩子一样 虽然很敏感 很复杂 也很难猜到 但它 却默默地为我们 付出了一切 生命离不开肠子 只有了解肠子的小心思 才能真正重视肠子 保护肠子 身体才能更健康 好 好